阿轩哥你是做什么的呀 我呀我是在城里面自己开了一个小公司嘛 然后手底下有一些人 然后自己做这样小生意的 那你怎么会来我们村里呀 我们这里这么偏僻你是来干嘛的 你们村里还挺好的呀 我是过来这边第一次收点东西的 然后还有就是过来找姑娘的 找姑娘的 你别误会啊不是那个意思啊 我是找我老婆 然后找她有点事情嘛 然后好久没看见她了 找你老婆 对呀 然后我就找她有点事情嘛 然后我一直没找到 知道吧我就跑到这边来了 我们村里人很少的 你老婆为什么会跑我们这来 我没有 她没有跑到你们这边来 她好像就是你们这附近不远处的吧 然后我就过来这边看一看 看能不能找到她 然后也没找到她嘛 所以说我再想想办法 看能不能去哪里看一看 去找一找什么的 对了 对了那些 你们这边 你们这边好像这些农作物什么的都挺好的 甚至还挺适合种庄稼的耶 对啊我们这里的人都比较勤快 种了很多 但是条件也挺坚固的 你们也挺辛苦的 那你为什么不想着以后 哎呀怎么跟你讲呢 你结婚了吗 我没有啊 我从小都是在农村和爷爷奶奶一起长大的 那太好了 那以后要不我以后有合适的话给你介绍一个吧 可以啊 但是的话 要那种脾气好的才可以哦 这是肯定的 我肯定不会跟你介绍那些花花公子的 哎呀毕竟 对不对 这也是 哎 为你好嘛 我都不会说话了 因为你太漂亮了 知道吧 谢谢 对了 我这还有点事情呢 到时候那我就 有缘分的话 再过来整理好吧 可以啊 阿轩哥 怎么了呀 你这么年轻都结婚了吗 对呀 我那时候家里面催得急嘛 然后我就早点结婚了 然后也不让父母他们担心嘛 那你和你的老婆感情好不好 感情怎么讲呢 可能有点不好吧 因为他父母不赞成我们的婚姻吧 不赞成你们的婚姻 那你们最后怎么结的婚啊 最后就莫名其妙就结婚了 那我就先走了 你先 以后有机会再过来 那下次来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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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